Hello大家好我是RT 相信大家对于三太子这个称号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没错就是那个拥有自己的主题曲 手持火箭枪 坚挂乾坤圈 身穿魂天灵 脚踏无敌风火轮的 挪扎 然而这是已经入到的挪扎 其实他并不是中原土生土长的神 有一说是来自伊朗学者推测 挪扎原字波斯域 还是个波斯王子呢 也就是传说中的皮西达德王朝的 第七代国王努扎尔 根据《列王记》记载 努扎尔跟挪扎一样四处征战 最后被敌人俘虏所杀 另一说是源自佛教的纳罗丘婆 毗萨蒙天之子 而毗萨蒙天就是我们日本军神 Wesky Kenshin 整天在拜的神 又叫多文天王 整天拖着个塔 叶叉跟罗叉都要听他的 后来一直到西汉 佛教哭啰哭的传入中国 哭啰哭的发展到宋朝 有那么一本《太平广记》 记载了挪扎护卫僧人 还有还佛崖的故事 餐中也有挪扎削骨肉还父母的典故 就这样挪扎在中国传着 砰砰声 一直传到明朝 如家当道 佛教鼎盛 道听徒说 啊不是道教兴旺 于是如世道的三教传人 决定来个三教大融合 出了一本三教收神大拳 说不是乱士狂刀实在太狂 收神大拳根本是一本道教书啊 作者在佛教的基础上加上了各种民间故事 将挪扎说成了玉皇大帝架下的大罗仙 这根本就是蜘蛛加地狱三头犬的吧 后来以此书为基底的 风神演绎和西游记问世 挪扎从此正式被道士企业挖走 变成了拖塔天王李靖的儿子 而大家对我们八加九模范生李挪扎的故事 应该不陌生才是 当年挪扎他娘怀胎三年六个月才生下挪扎 一般人都可以生四胎了 就当大家以为神子降临之时 却生出了一团肉来 那场面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啊 根本道教的一藤论二来着 挪扎他爹李靖当然马上把他当成妖怪 一刀披了下去才发现原来是淘太郎啊 落桃里面居然有个小婴儿 在妈妈肚子里活了三年居然还是个小婴儿也是厉害 而我们挪扎还有两个哥哥 金炸跟木炸 好好的李靖姓李单名一个静子 为什么偏偏要帮他两个儿子取名为金炸跟木炸动物园呢 真是奇怪 因为这篇章主角叫挪扎 所以他们两会变成动物园都是挪扎害的 俗话说的好 老大造书养老二造猪养 那么老三呢找神养 我们的主角当然要有一位神人来当他的师傅 金炸木炸什么的都只是跑龙套的 而这位师傅就是 清玄清华十方寻生太以救苦天尊 OK就叫太以真人 然而这师傅不知道怎么当的 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教的 大概就像现代的教育一样吧 只会生产考试机器不会教你做人处事 于是我们挪扎就变成了最讲义技的八加九 那年他才七岁 父亲断网不给上网打咯 还开了射警守门员 是想逼死谁 天气这么热又没东西玩的挪扎 只好跑去海边玩水啦 拿着他都魂天灵拍打的水花好不开心啊 其实就是个边缘人独自拍打水花的孤独背影 殊不知这魂天灵可是太以真人送他的法宝啊 拍啊拍的真的东海龙宫就像大地震一样 就这样不小心震断了海底电缆 又好死不死 东海龙王正好在打积分 就这样断线钟离 气得叫夜叉出去看看 到底是哪个狗日的在玩海底电缆 结果罗扎看到这条海底生物甚是好玩 就抓来甩啊甩的丢啊丢的 一不小心撞到了乾坤圈 就这么挂了 这乾坤圈也被夜叉的鞋给弄脏了 只好拿去海里再洗洗 结果东海龙宫又是一阵天遥地动 把龙王三太子敖炳的钢弹模型拳震坏了 敖炳怒不可恶 向龙王请战就这么杀了出去 于是人族三太子大战 龙族三太子 结果大家应该也非常的明了了 敖炳被罗扎用魂天灵捆了起来 活活打死 打死就算了 还杀鸡取卵 扒皮抽龙巾 带回去给爹爹当皮带 而这个时候的罗扎只有七岁 大概是我还在灌蟋蟀的时候 他已经在玩龙了 当然小时候做坏事 肯定是不会让爸妈知道的 罗扎就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事的 马照跑 舞照跳 手游照滑 知道有一天 他去城楼打麻雀 发现居然有把乾坤弓 还有镇天剑 到底是哪个天杀的 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放在这里 小孩子好奇 当然马上拿来试射一下 也是罗扎立马一个弓箭部 左手张弓右手持剑 这么一咻 就这样不偏不移的一箭射死了人 还是石鸡娘娘的弟子 碧云童子 而这个石鸡娘娘可不是吃素的 他乃是一颗石头吸收日月精华 牵连而成的妖精 还拜了通天教主为师 徒弟被杀 当然马上去找罗扎理论 肯定一言不合的就打了起来 罗扎甚至打不过这颗莫菲特 只好疯狂的逃命 就在这生死的一瞬间 太隐真人赶到 当然要来一个主持公道 挪刹物杀了人 错就是错 于是太隐真人置之 天数已定 立马一招 灰龙金无体啊 而不 这是霹雳的招 是九龙神火灶 这么一招 造死了石鸡娘娘 哇靠 原来师父是帮凶啊 天数已定 原来是石鸡娘娘 上天堂的天数已定啊 果然是一位好师父 教出来的好徒弟 要怪只能怪 石鸡娘娘惹到了本章的主角 达官贵人之后 天神天兵之才 八加九的栋梁啊 而这笔帐就这样被煞妖密口了 所以我说 那个师父呢 通天教主不来为徒弟报个仇吗 当然有 那天部下诸献症后 被师兄原始天尊跟派上老君 打了个狗吃屎 回到我们的罗诈 他还有一笔帐还没算清啊 东海龙王敖广 亲自到城堂关登门喝茶 想必是为了血海深仇而来 小小罗诈以为父亲会替自己求情 结果李靖大义灭亲 跟罗诈说 你还是切腹吧 这话打在小小孩童的心里 可是会留下无可抹灭的伤疤的啊 于是罗诈怒枪 切腹是吧 东洋人的把戏 埃娥不歇 埃娥今天就削骨还腹 削弱还母 一说完就拿出张元的赤元刀 扎扎实实的做了个切割 罗诈也就这么挂了 后来他娘为了复活儿子 去请示太乙真人 可有办法 太乙真人就告诉罗诈他娘 只要盖间庙供奉罗诈 然后吸满七七四十九天的香火 就可以做出魔法卡死者甦醒 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复活罗诈了 牛西坡 呃不是 是罗诈他娘 结果这个绝妙的豪计划 最后还是被罗诈他爹 元华给知道了 叫不言 诗之诺 养不叫 父之过 我堂堂成堂关的总兵 不会教儿子 怎么能让这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复活让众人耻笑呢 立马恼怒杂妙 而收集来的香火也只够做一张 它是丁狗 耶嘿嘿嘿 哈哈哈哈 好的老兄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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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罗诈的超灵体 就让跑回太乙真人那里 而太乙真人这个帮凶一出事 就整天躲在后面不吭声 这次跑不掉了 只好帮罗诈复活 指出了东洋人的秘术 李罗诈 欸 真人没有劝阻罗诈 反而放他而去 我看这个太二真人才是大魔王吧 当年太二真人在李大娘肚子里 放了灵珠子 才伸出挪扎 原来是没有受惊啊 俗话说得好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如今太二真人根本想当亲爹啊 先前各种帮挪扎杀人灭狗的举动 也就说得过去了 后来李静跟两个动物园被挪扎打得不要不要的 就在千军一法之际 蓝灯岛人出现 给了李静那个他要拖一辈子的塔 叫做霸宝玲瓏剔透如意色粒子 黄金宝塔 OK 就叫玲瓏宝塔吧 李静立马用这个神兵收了挪扎 在这塔里没网路 没电视 没漫画 什么都没有 挪扎简直 生不如屎啊 当一个人教不好孩子的时候 最快最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威逼利用 藤条伺候 最后挪扎当然只好妥协与李静重修就好 后来跟着某个拥有最强藤条打神鞭的人 组了疯神团去了趟曹歌 回来后就被众人当神了 纵观挪扎的故事 挪扎其实并不坏 就是没家交 不知道事情的轻重 一股天生神力放任其到处乱跑 明明是个观恶带还有神人相助 一个只会为他吃饭睡觉 一个只会送他法宝商人 叫不人 狮子躲 养不叫 腹子过 正所谓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 坏的老师送你入洞房啊 恩罗刹之所以成神的原因就是 有人帮他写故事啊 我是阿滴 想当神仙就请人帮你写字传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各位的朋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 或者分享 帮我的粉丝团按个赞 有什么感想或者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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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